美國媒體披露 孟晚舟與美國達成獲釋交易內幕 華爾街大佬秘密訪華 藏有兩大關鍵信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9日 星期三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華為大公主孟晚舟上星期歸國後 中共官方媒體將她標榜為民族英雄 還將她的獲釋稱為 中國人民不畏強權 反對霸權的強大意志 9月28日 美國媒體披露 孟晚舟得以獲釋 根本是因為其立場的改變 報導還披露了雙方談判的細節 《華爾街日報》 引述一位知情的美國駐華律師透露 孟晚舟和她的父親任正非 因為對於案件拖了那麼久都沒有解決 越來越感到沮喪 於是她們加強了法律和公關團隊 前後William Taylor加入了孟晚舟的律師團隊 之後相關談判加速推進 而Taylor被介紹加入這個團隊的明確任務 就是看她能否達成一份協議 但美國司法部官員 堅持要孟晚舟承認她們所指控的事項 為此 司法部還願意將孟晚舟一案 和針對華為的案件分開處理 9月19日 相關協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Taylor首次傳達 孟晚舟願意承認不當行為 並發送了一份她準備承認事項的草擬文件 9月24日孟晚舟案延遲起訴協議 所負事實陳述 正是基於這份草擬文件 根據協議 孟晚舟承認 她在2013年就為華為和她控制的一家 在伊朗運營的公司之間的關係 向一家銀行做了不實陳述 他們認為孟晚舟可能會繼續提起引渡相關上訴 這可能會令這場爭鬥拖延幾年 而根據加拿大法律 加拿大政府官員也可以最終決定結束這一進程 這些官員說 如果孟晚舟被美國陪審團定罪或認罪 檢方最終會得到 與她同意的事實陳述 基本相同的結果 加拿大駐美國大使希爾曼 在接受加拿大電視台採訪時亦表示 美國司法部談判的動向 促使中共政府考慮釋放加拿大商人 邁克爾、斯柏弗·斯柏弗 和離任的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愛 就在孟晚舟飛往中國的航班起飛幾分鐘後 康明愛和斯柏弗在北京登基 上週末 中共還允許2018年以來被禁止出境的美籍華人 Sin-Firnil和Ritternil返回美國 華為財務官孟晚舟獲釋會國一事 被中共官方媒體催起成為重大勝利 在二十大引發激烈內鬥的背景下 接下來這個勝利應該貴公於定於一尊的習近平 或是其他主管外交的官員 就成了一個問題 香港媒體最近的報導 特別突顯中共政治局常委 韓正在孟晚舟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先是香港華南早報9月27日報導 8月底中美金融圓卓會議聯席主席 高城集團前高層桑頓 John Fountain 曾經秘密訪問北京大約40天 期間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討論中美關係、氣候變化、新疆等問題 這次訪問被與機身格 Henry Arthur Kissinger 1971年秘密訪華相提並論 接著香港《明報》就此分析說 華南早報的報導有兩點值得關注 首先是韓正似乎成為主管外交的中共官員 《明報》認為 喪頓與韓正討論的不限於氣候議題 而是包括新疆等中美關係的廣泛問題 這顯示 韓正似乎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下 中央負責對美外交的最高官員 而拜登的氣候特使克里兩道訪華 視訊會見中方最高領導人也是韓正 似乎印證了這一推斷 作為江澤民的利益代言人 韓正在中共十九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並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官方報導顯示 他主觀發展改革和財政並不涉及外交 如果《明報》的分析被證實 似乎顯示韓正的權力範圍擴大 而且正趕在二十大前為自己職類正職 韓正早已過了七上八下的年齡紅線 但早前有無法證實的傳言說 江澤民和曾慶紅提出可以支持習近平連任 但條件之一是韓正要升任中共國務院總理 另外《明報》還指出 桑頓訪華第二個值得關注之處是 桑頓告訴韓正 他相信克里不僅是美國氣候問題談判的關鍵人物 而是整個美中關係的關鍵人物 《明報》認為 如果這樣就以美拜登、拜登政府 將擾過國務卿布林肯 Antonio Blinken 和亞洲事務主管 坎貝爾 Kurt Campbell 有直通北京的管道 中國缺電危機從南向北迅速蔓延 從沿海經濟重鎮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 到廣西、雲南一路抗及東北三省 央及二十個省份 現在限電潮更是撲向中共的政治心臟北京 首都部分地區宣布 自9月28日起至10月8日執行停電計劃 綜合中共媒體的報導 東城區供電局、朝陽供電局、海電供電局、通州供電局、門頭溝供電局、房山供電局等都宣布 將於9月28日至10月8日停電 有媒體信問國家電網客服說 煤電價格高居不下導致發電廠出力下降、供需形勢緊張 國家電網是為應對近期電煤緊張導致的電量缺口 不過國家電網北京電力很快在官方微博 否認電力緊張的說法 聲稱首都電網供應充足 可以確保滿足全市用電需求 北京電力強調這次停電是勵行維修 中國這輪限電潮影響力巨大 目前公共受到限電影響的企業 至少包含15家中國上市公司 和超過30家台灣企業 涵蓋蘋果和特斯拉供應鏈 其他產業更不計其數 供應鏈的混亂將會讓全球通貨膨脹率上升 產品缺貨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廷認為 這一衝擊帶來的影響可能被市場低估 他預計這場衝擊波可能會蔓延並且影響全球市場 全球都將感受到紡織品、玩具、機械零組件的供應收緊 關於中國的熱點討論 預計不久將會從恆大轉變成電力短缺 美國放生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近兩天的時間 就於27日宣布撥款19億美元 拆除美國電信中的華為和中興等設備 徹底淨化美國網絡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通告中說 美國農村電信運營商將獲得高達19億美元的聯邦補償 用以拆除包括華為、中興在內的中國生產的網絡設備 原因是這些設備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據路透社報導 該項目於今年7月確定10月29日開放申請直至2022年1月14日 去年FCC認定華為和中興生產的通訊網絡構成國家安全威脅 禁止美國公司動用83億美元的政府資金從這兩家公司購買設備 隨後FCC要求擁有中興或華為設備的運營商 拆除並且更換這些設備 對於農村運營商來說 拆除或更換設備將面臨高昂的成本 FCC最終決定將有資格獲得補償的公司 從擁有200萬或以下客戶的公司 擴大到擁有1000萬或以下客戶的公司 報導還指出 今年6月 FCC禁止華為和中興等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中國公司 向美國電訊網絡提供設備 FCC還可能撤銷之前發給中國公司的設備授權 今年3月 FCC認定5家中國公司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分別是華為、中興、海能達、海康威視和大華 早在2020年8月 美國政府已經禁止聯邦機構 從這5家公司購買商品或服務 融創中國香港上市股票連續大跌後 28日出現反彈 之前融創中國說 公司項目建設運營正常 沒有提交過一份流傳於網路 暗示其子公司面臨流動性問題的報告 據《華爾街日報》28日報導 融創中國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價格 一度上漲20% 最新報每股12.22港元 但受恆大危機影響 中國房地產類股的人氣依然疲遠 之前 網路曾流傳出一份文件 顯示融創的一個分布向少興市政府求助 文件說 當地的房地產市場熱度幾乎近冰點 由於政府出台了限價、限售和二手房指導價等房市調控政策 同時限網簽、收緊房貸額度 民眾購買房屋的意願大幅下滑 融創中國在香港上市股票 於9月27日下跌9.4% 受於四年多里最低水平 是在前一個交易日下跌了將近7%的基礎上 又進一步走低 另外根據Trade Web的報導 融創中國的美元債券也出現了回落 直至香港交易時段9月27日尾盤 融創中國2025年7月到期 票面利率為7%的債券報價 跌至面值的大約81% 隨後 融創中國的投資者關係團隊迅速澄清 說之前的文件只是一份內部草擬文件 因為操作失誤而外洩 並說該公司沒有任何需求和意願 向政府提交類似報告 研究機構 Lucroc Analytics 的信用債分析師 John E. Joe 說 投資者誇大融創中國的風險 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恆大危機後 市場非常敏感 恆大集團旗下的理財產品恆大財富 不能如期對付本息 引發大量投資人聚集抗議 並引發了外界對恆大危機 可能波及中國金融體系的擔憂 路透社27日報導 深圳市政府已著手調查恆大財富 報導說 這是官方對這家房地產巨頭 財富管理危機展開調查的初步跡象 近來 中共當局究竟是否會出搜救恆大 引發各界的極大關注 對此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王智勝 對希望智勝做出了餘下的分析 他說 我的論點還是會救的 只是怎樣救 那麼這個牽扯到幾點 第一點就是 習近平從去年開始在房地產 畫了三條紅線 然後不斷這樣去做 所以恆大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 去槓桿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認為它的救 因為恆大是很複雜的 第一它其實有幾個區塊 第一個是它的過度融資 和槓桿的問題造成的債務 這個和地方政府和地方銀行都有掛勾 這個就是以前的中用造成的結果 我認為這一個恆大的部分 習近平不見得會狗 就像剛才說的 它要實現它的共同富裕的承諾 它要讓其它想要玩高槓桿遊戲的這些產業 要有一個警惕和教訓 它要讓地方政府負起責任 你敢用地方高度舉債的方式 來達到你的這個經濟發展 那出了事你就要去負責 我認為它這個部分就算有夠 但力度和程度都有限 第二個區塊就是它房地產造成的 中國民眾本身的損失 比如爛尾樓的問題 貸款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去購買金融產品 好像債券的問題 這些東西我認為會救 但是這就是講到 怎樣救 你是補貼的方式 還是由國企進去整個折盤的方式 我覺得不理哪一個都會救 因為這個牽扯到的是一般的民眾 那麼我相信北京看到一個恆大的問題 造成這麼多人上街頭 它心裏一定知道 如果是民眾這個區塊 它就非救不可 如果不是就會引發更多社會上的浮動 這樣這個對於它的維穩 對它的連任都是有很大的傷害的 第三個部分是恆大這個集團 本身外掛的其它企業 什麼恆大的汽車 什麼水 我也搞不清楚 綠能、醫療 這些部分我覺得就是 習近平會迫著恆大、許家、印等 用很低價的方式做個轉化國友 我用國友這個方式拿你下來 做重組的一個動作 那麼這個重組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就業人口可以保障著 那就是剛才說的 還是回到那個民怨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就是 我同時就把這個國進民怨的方式把它拿下來 所以我認為會夠 時間沒那麼快 我覺得還要花一點時間 就是一方面累積剛剛說的 它談判的籌碼 就是要低價的籌碼 二方面就是要給相對歌友教訓的一個教訓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東北拉雜停電 對民眾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嚴重 有學者擔憂民眾很難度過寒冷的冬天 而網友他們也擔心政府會趁機漲電價 割韭菜 自由亞洲電台28號報導 9月下旬 東北三省多個城市突然拉雜停電 停電的時間短的是5小時 長的有十多小時 報導引述居住在北京的吉林人宋彭春說 缺電導致手機沒辦法使用 電腦沒辦法啟動 也沒有網 已經幾天沒有家鄉朋友的消息了 宋彭春還說 沒有電 提款機拿不到錢 電子支付也停了 如果持續下去 沒有幾天就會出現很大的社會自愛問題 網絡作家蔡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當前的缺電局勢非常嚴峻 隨著冬季的道理 北方地區也要取暖 這個用電量很大 今年冬天有更多家庭 會面臨特別寒冷的冬季 此外 被指中共大外宣的多位網 在28日的報導中 引述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的話說 電價和煤價處於倒掛的狀態 導致發電廠面臨很大的壓力 改革電價才能解決問題 對此網友他們普遍認為 這是當局要漲電價的前奏 瑞士新聞報導引述驚嚇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 2018年瑞士因為中國假冒商品 而造成的銷售損失 超過44.5億瑞士發浪 其中珠寶和中標業受到的影響最大 瑞士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言人Thomas Meider 希望迫使聯邦出面解決這問題 9月23日瑞士聯邦院以27比7 一票棄權的投票結果 批准了外交事務委員會 APKS提出的一項建議 Meider表示 中共必須在國內外的相關政策上 做出明確表態打擊造假行為 中共當局對金融及行業領域監管持續 中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站 27日發布了關於停止播出美容貸及類似廣告的通知 28日中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再度發布通知 要求所有平台即日起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貸及類似廣告 通知並要求各地各單位核查清理的情況 要於10月15日前報告港電總局傳媒師 這節的新聞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那麼在當日節目發布的時候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